中國大陸在南海的爭端上 向來都是非常的強勢的 不過朱老師 他們沒有想到 在最近他們面對的這個對手 是越來越強勢的菲律賓 這個問題真的是爭議很大 這是發生衝突的地方 是在這個叫做斯卡伯勒潛灘 中國的叫法叫做黃岩島 那簡單說一下他的例子 他最早其實是美軍進駐 他有美軍撤離之後 中國跟菲律賓就開始搶這個地方 那最關鍵的時候 在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菲律賓派這個軍艦去抓了中國 在那邊抓這個抓魚的漁民 這事情把中國惹毛了 中國就把軍隊給開過去了 菲律賓當然也不甘事若 也過去了 甚至那時候美國還無償提供十艘 十艘的巡邏艦支援菲律賓 兩邊真的是一觸即發 可是爭執了很久之後 因為當時的總統是艾奎諾 那艾奎諾下來的時候 大家知道換了杜特地 對 這個爭執 杜特地大家也知道他比較輕鬆 後來就說好 我們就承認 這個地方就是中國佔領的 好 可是現在總統不一樣了 現在叫小馬可氏 好 那這一次的原因就是 一樣是這一個島礁 但是中國做了一個動作 他放了一千英尺左右的 這一個屏障 它其實就是個斧頭 就把整個島給繞起來 這下子就把菲律賓惹毛了 因為過去大家就是 也就是說雖然我中國說是我佔領的 可是你的漁民來抓魚 我真一隻眼逼隻 可是你圍起來不就不讓我去的意思嗎 所以菲律賓他們就循環隊 就假扮成漁民 就去到那邊潛到海裡 把它剪斷 直接把它剪斷 可是你也不要以為 中國海警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中國海警其實看在眼裡 但是它不動聲色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扮漁民 當時他也不知道他是正漁民 還是假漁民 第二個 菲律賓很聰明 找了記者全程